美声之药 美声之药 美声之药也是每个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的下午这个时间 我们都会有一个这样的音乐会 主要是给一些学习声乐的朋友 给他们一个自己试试 自己学习这么多年的成果 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我 我一直都是涌等 我会在这里做一个主持 今天我们邀请到澳门理工学院音乐课程的两位学生 他们都是一个读二年班 一个读三年班的声乐的学生 当然他们今天有他们的导师王熙博士在场指导他们 我们给王熙博士一些掌声 今天的歌词实在太多了 你们看到很多 平时我们都是只有一张 今天我们有两张纸 我想介绍他们 一个二年班一个三年班 一个叫心悦一个叫欣妍 他们两个都是学习声乐一段时间 今天是时候给他们做一个试金石 所以希望大家多给他们支持 他们每人唱两首 两首三首两首三首 这样轮流来唱 所以因为时间太长了 我又希望大家可以听完 所以我今天打喉 我就不会再说话了 我只是介绍他们两个出场 然后我就收咪 等你们大家听听他们的音乐 今天他们选唱的歌曲 你们都见到很多很多很多 有歌剧的 有一些艺术歌曲的 有一些是来自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意大利文歌曲的 所以有一些是比较古旧的 十六十七世纪的 有些还是新派的歌曲 所以希望大家多给他们掌声 首先我要请 我今天想告诉大家 他们各自都有他们的钢琴伴奏 亦都有一位朋友帮他们做一个揭谱 所以总共可能会有三四位朋友 一起出来的 所以我们希望多给他们掌声 首先我们现场第一位就是阿心悦 阿心悦是我们的 这位是读三联班的 所以给他一些掌声 他打算就会唱两首歌曲 那我不说那么多了 大家看一看曲目就可以了 好 有请阿心悦 谢谢 他的伴奏是雨晨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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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 雖然大家 尾聲之躍會休息 但我們也有 一連串的節目 多謝各位欣賞 今天我們可以成就到 這個音樂會 其實也要多謝 觀朗兒基金會 給一個這麼漂亮的場地 有燈光 有齊曬所有音響的事情 做到這個節目 他們也安排了一些消息 給大家欣賞 給大家休息 休息的時間 大家如果對於剛才的歌曲 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想給一些意見 儘管可以說 除此之外 我們當然也要多謝 澳門理工學院的音樂系的導師 王熙博士 王熙博士 成就了我們今天的音樂會 也是全靠他的 他帶了兩個學生 希望接下來 我們會繼續 有一些新的面孔 跟大家見面 也要多謝 澳門色樂協會 主辦這個音樂會 多謝各位 希望大家 欣賞一下消息 多謝 拜拜